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銀獸 歡迎收看我 絕影效一 S5賽季,極速領域 競技賽 第六集 那這次的競技賽會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10點要看電視 我們還沒洗澡,9點50分就要結束了 所以這個叫做時間的淬煉 30分鐘競技車神 那我們來 這次的挑戰就是這樣子 我們只有30分鐘的時間 看我們打多少算多少 我們這次是以時間為週 不是以分數為週了 第一張圖案讓我們 比較喜歡的侏羅技 侏羅技其實不常出 而且我從來沒ban過侏羅技 除了守殘之外 沒有ban過侏羅技的 可是他熟練度還沒有很高 剛剛那個我那個 英倫古堡已經熟練度超過1200了 好像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精通嗎 大師是最高的 但是大師下面還有一個是什麼 本來就是一個很高的熟練度 他是紫色的 紫色的字 上一次 因為我打那個不是說要 輸贏 不是輸 我沒有要輸贏啦 我是說如果上一次不是有一個 就要贏輸 贏贏輸嗎 結果最後我們的結果是輸 所以我們目前是91分 沒想到上一集花 47分鐘的時間 連個進擊戰都打不回去 停滯你們停滯完之後可以 再回去壓一下 飄一進就變斷位 就可以多一個小朋友 就可以多一個小朋友 我們直接依靠金腳的那個特定 不卡氣 拜拜 我是不是看到有一個人頭像是白蘭貓 那個白蘭貓跑下去了 剛剛不是在滿前面的嗎 延續 延到 OK 目前95分 趕快趕快趕快 這次我們以時間為單位 我們這次不是以分數為 做一個分水營 目前95分 不用看了就是95分 他不是水技圖 95分 這個也沒有車場贊助啊 陸服牌位現在有車場贊助 我怎麼最近一直冰雪蝦得到啊 他怎麼一直出現 上一集的進擊戰都不是消失了嗎 怎麼最近一直出現 而且恨的就是沒有人ban他 你知道嗎 很尷尬 永恆燈海 沒什麼勝算 可是如果贏的話 我們就直接打上進擊戰了 因為這是隨機圖 現在95分 如果輸的話還有94分 在不考慮未完賽跟第六名的前提下 撞什麼呢 哇 沒按到氮氣 沒按到氮氣這邊就抬不起來了 我抬起來的話這邊也不用開 1 2 3 沒有抬起來 小飄喬整車頭 再平開一顆 欸 後面跟後面有距離耶 後面怎麼了 我以為我跟前面有距離 但是跟後面的距離 有可能更大 跟前面距離大米 心態是會有一些影響 沒錯 可是後面距離大就很氣死 就是我要雙殺到 開到氮氣 都要點不到氮氣 我明明雙殺了 就是 馬大利米 因為這就是CW 上一圈的是CW 這是跑太慢了嗎 不然怎麼看 他們好像跟上 1212 沒有1212沒了 那是爽爽的後追 爽爽的躺分 好,那我們終於打上晉級賽了 好開心啊 我們這集好像還蠻順利的 第一局就抽到豬耳機,然後第二局呢 龍的燈海 後面對,對手距離我超遠的 都追不到我 他們應該是比我快 但是沒有衝出去 所以他可以拉近我 我已經有後追了他們還能拉近我 就代表說他們其實實體比我好 呵呵 怎麼配那麼久 為什麼你配那麼久咧 怎麼還有企鵝島啊 那冰雪氣的倒閉心 我這張都沒有要BAN 欸,讚喔 誰把它BAN了 快點按個讚 十字殺 十字殺 我們上一次的十字殺非常歐耶 我們上一次的十字殺非常歐耶 那我們十一層的手電度超低 因為我每次都把它BAN掉 看到就BAN 但是現在是我的BAN圖第一位 BAN圖剛出的時候我還問說 為什麼他們要BAN十一層呢 十一層明明很好玩 狗屁 我第二名了咧 我第一名我還很害怕會不會有飛碟 我們已經沒有在玩道具賽了對不對 但是我這次還是會怕 但是我這次還是會怕 這個浸道很好 所以我飄得很外面 有沒有看到 因為我太提的話 這個浸道 成功率是所有浸道裡面 成功率最低的一個浸道 其他浸道都不會失誤喔 這個浸道特別容易出事 還有哈比人的最後一個浸道也很容易出事 不知道為什麼這些浸道有磁鐵 剛剛是不是有兩個人上我 剛剛是不是有兩個人上我 衝出來超過我 嚇死我 那時候我是原本是第一名嗎 我也忘了 反正我有贏就好 我那時候超怕我變第四名 目前是開黃盤第一個狗 有機會喔 這是三十分計畫有機會喔 都已經忘記我前面的晉級賽玩的是怎樣 那我的標題我都沒有下 我到時候就隨便拍個標題給你們看 為什麼拍那麼久啦 這個網路兩個讓我看的有點怕怕 因為要有什麼利率啊 就是變到洛杉磊就對了 反十一 反十一出的機率沒有11層那麼高 正十一我就看到長內出 我就一直BANG一直BANG 一直BANG 最主要為這點 我不是要老先生都是要考驗我們的 82 然後不要爬很爬得太輕鬆 延續 沒關系 所以這邊可以WZWB7 不要用進階,7可以延長 我們FUNCE都只有被追的分 被追負的分 我們進階都不用 沒有意思,一下被4個人追負 我們的距離 暴選到高最高的地方 ? 不然間距離 問題是我們沒理由 你至少不會失誤 站11是失誤 沒關係啊,第六名跟第四名都是一個長 快點,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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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直接快了1秒耶,破紀錄,1.6還是第6秒,我有什麼辦法,都玩到這樣子了 已經到我們的極限成績來贏不了,跟11層一模一樣,1.6了耶 就贏不了,第6名還新紀錄,很少第6名在新紀錄耶 所以其實玩11跟反11完全沒有勝算,無形中就是有差距,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奇怪,進階我也用啦,雙殺我也用啦,我們到底差在哪裡 我知道有些玩我處理的非常不好,不是我們真的有差那麼多嗎 就是不懂,人家的那個職業選手,五重11,五重反11可以跑到2分鐘以內,我們咧,我真的不懂 那星星我這戰術的頻率有點太高了耶,這個是不是黑幕 結果我是秋名山,我們上一次秋名山也很長 那個賭卓我們那時候下在秋名山身上,結果我們還指望會不會贏贏,結果他給我們一個輸 目前一個夠一個差,那我玩到秋名山我就沒有什麼失望 幹 旁邊 架道 也 還 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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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